用眼看世界,用新听新闻,这里是费典新闻 贵阳市花果园小区日前传出视频,约百名 大白,以人链接力方式传递蔬菜,团结就是力量 并显示画面,大白,猛争分夺秒地接力传递蔬菜 16000多份,含有多种 蔬菜品种的蔬菜包很快就传递完成,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网上至少传有四段不同角度拍摄的该视频显示了 贵阳花果园C区大白接力传菜,这个荒诞的行为 视频中可见运送物资的大货车停靠在马路边卸货 离小区门口也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却没有直接开到小区门口 画面中还拍到三轮摩托,电动摩托,休旅车等交通工具 但他们无疑被用于搬运资助的物资 另外视频中显示有人持手机等电子设备,对现场进行拍摄 似乎整个场面仅仅是组织来做表演做摆拍的 迫于舆论压力,当地政府连夜删除了视频 本来只需要一脚油门的活现在搞出约百名大白首手相传 这里的心意当然不是半生汽油可以比拟的 视频中可见不少大白貌似没有佩戴手套 那想必也是他们要用真心、真劳动为大家带取极确的资源 大白们真的辛苦了 由于类似的人力,传菜的现象也曾在上海,西安出现过 这个暖人的行为却被一些不知情的网民嘲笑 被比移成是封城的传统表演节目 更有网友讽刺是不是车没油了 为什么不用手推车 用辅助运输工具,运菜是不是犯法 在该视频引发如潮的网络复评后 多段原视频内容目前已遭删除 值得一提的是 该次事件的起因可能是由于花果园区社区居民 在断粮后上网求救信息被曝光后 当地官方为此做的回应所以才组织拍了这支宣传片 花果园小区是全国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被称为亚洲第一大社区 有约40万贵阳市民居住在这里 近期,贵阳市封城 被困家中的当地居民生活物资严重缺乏 纷纷上网发出求救信息 根据网上求助信息显示 小区是三日开始封锁的 有部分楼洞电梯都停了 只有在做核酸的时候才会开 每栋楼下都有人守住 哪里都不准去 五日六日 政府或小区都没有组织食品供应 所以小区业主只能用自己现有的库存冲击 该社区居民中不少是上班族 平时就是点外卖 家里都没有储备食物 从第一天封控就开始喊饿了 就算抢到菜 由于是全域封控 所以也没有人给你配送菜 就算菜到了 放在大厅 也没有志愿者去送 在经过百人传菜之后 原本以为居民基本上 对生活物资的供应不用发愁了 然后后续视频显示 仍然有不少居民 表示没有收到任何救援物资 也有一些居民发布视频说 凌晨三点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收到了一个萝卜 也有收到一个包菜的 所以 想必这些被关在家里的居民们 没有大白们幸福吧 百余来个的大白们的防护服 就需要不少钱吧 更不用说他们不用被关在家里 可以自由活动 到到小区门口 参与那么有意义的有偿劳动 不过从就业角度考量 这也可以为疫情中 疲软的就业市场 加入一支强心针 在完美解决 就业问题的同时 也为居民带去了关怀病危小区 营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 贝典新闻会为大家带来 最新的新闻咨询和时事评论 欢迎订阅 按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啦 感谢观看